感念天恩师的祖师弘词 老师慈悲 厚得大地圣灵护佑 还有我们敬爱的谢院长 总部高老师的护词 以及舍班班策划群 给我这个机会 来为大家制作分享 古早的曾经这个单元 修行修心 白居易有一首诗说 我身本无乡 心安似归处 人的一生 精力漂泊 何处为家 我们在安东家园 开智慧 学习 了愿 了解失传的殊胜 让我们明白 心归何处 就在这一子之处 这次我有幸能访谈几位资深老师们 回顾厚得大地 精情精先 老前辈们修行的诚心 当然也有资深老师们自身成长的来实录 这些点点滴滴 能温暖我们的心 看到他们古早的诚心 能给我们提振精神 其仿效学习的作用 让我们在迷茫的红尘俗世中 更看清楚人生的目标 方向 来学习走正确的人生旅程 以前常听 早起山光 晚起山荒 我们来听听 知生老师们 当年随假在 精情精先身旁 对山光 山荒的诠释 高经理您好 后学很高兴能够有机会采访您 那后学想了解 早期都听 在佛堂里面都常听到 精情精先 有讲山光的部分 那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 山光是什么了 那请高经理为我们 说明什么是 精情精先的山光 以后学了解 他的山光 第一点 我们起床的时候 床部都要整理得很干净 然后头发都梳得很清洁 衣服穿得很整清 然后吃旺也不会 匆匆忙忙的吃 就大家一起坐着吃 然后出门也不会掉东掉西 就是这样子 那我了解的山光就是这样子 感谢 因为这个山光也蛮重要 所以重点就是要起得早 那这样子要起得早的话 晚上就不能太晚睡了 当然啊 晚上要早睡啊 感谢前辈老师们 我们接着听听几位老师回忆 精情精先 在爱人爱物上的严谨 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哦 精情精先 我们刚接近道场的时候 他就教我们 在有人的面前 我们要学会低心下去 就这样 还不能匆匆忙忙 就这样 是 连走路都非常注重 走路没有声音 对啊 精情精先 尤其是在比如说除夕 除夕那一天 你不可以乱讲话 包这个饺子叫做包元宝 然后 很重要的就是不可以让他开口笑 如果在主开口笑了 你不可以说破掉 破掉马上他就慈悲 什么破掉 开口笑啦 这样子 开口笑 开口笑 不可以说破掉 所以以前老前辈他们在这个 言行举止上 都非常 讲话要小心 注意细节 其实我们很多老人 老人家都讲 在蒸年糕啦 做什么啦 尤其真的 不管大人小孩 就是在那个场所里面 话不可以随便说 说了 那个年糕就真不好了 真的有这样 以前我妈妈他们在蒸年糕的时候 确实有教我们小孩子 尽量不要去 不在乌白公围 对 不要靠近 尽量不要在那一个范围里面 金钱金钱在包 过年他们都会包盐饱 水饺叫做盐饱 为什么 里面有包钱 叫做盐饱 吃到钱的 就是好运 是 最重要就是说 在煮水饺的时候 我们讲话要小心 不要 不可以随便乱讲 如果讲说 哎呦 这个水饺怎么开了 怎么破掉了 清醒清醒的就一定会吃 对 不可以这么讲 就那个气氛 那个磁场 要维持住 对 说 开口笑啦 什么破掉 这样子 这个系织我们其实 对啊 这个老人就是这样 没有很注意 对啊 我们刚刚 这样描述 金钱金钱的形影 真的可以了解到 金钱金钱从 敬物之性 他的内心其实 对这种种种细节 是非常要求很严谨的 其实这个 真的是很值得 我们后辈学习的 那现在人们比较 比较随意 比较清晨 那个心其实就散掉了 是 如果要描述 金钱金钱 他修道的精神的话 你会怎么来阐述他 哦 我后学阐述他 第一点打尊师动道 尊师重道 他尊师动道 比如说有一个例子 我们在和藤佛谈的时候 那时候呢 前人先到 和德 和德也就是大方托合所 是 那时候还没有开托合所的时候 刚搬去 那刘经理都很勤劳 门修理油漆 整理门 敲敲打打 然后他会过夜 那过夜的时候 刚好他那一天比前人先到 后来前人再到 就是厚得他的高老前人 对对对 然后我们只有一个船部 最好的船部是给刘经理税 那前人来了 那我们总不好意思叫他离开 前人就 旌旗经理税就自动让给前人做 看前人顺 前人来了就很自然的扣手 就给扣手 扣手借鉴 那我们也就看他的以身世道 尊氏正照 是他行为的 就是我们的表算 表算 金情金仙 他保读诗书 保读经书 后德大帝来到台湾开餐的时候 金情金仙也是能够独立到 南部 中部 还有台北 各个地方 他也确实是能够独立去开餐一个地方 可是当后德大帝来关心的时候 他表现出来的一行一言举止 都是非常的尊师重道 非常的尊敬 厚得大地老人家这样子 所以很值得高经理你们学习 而且人家送他的东西 譬如刀就在生活里面 他刮胡须刀 他也是先拿给前人 然后再自己用 他的生活就是像我们有一个法师 出家的法师 送给前人的金情金仙的东西 他一定呈现给我们脑前的 这个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真的是很不简单 他很尊师重道 而且他又节俭 他有一个零手的手 东西坏掉了 经过他整理都是便可以用的 就是金情金仙 他有一双非常灵巧的手 他就是很会修东西 那这个是来自于他的节俭 就是说东西有坏掉 他会希望把它修好 就不用再花钱 再去买新的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 物归原处 他的东西放在哪里 用眼睛闭起来 就马上知道他东西放在哪里 他是这样子很有规矩的 正正换换个人 写字也是这样子 非常公正 非常严谨非常方正的人 就是规矩都定得有条有序这样子 很熟悉很熟悉 所以这个功力应该是来自于三宝的修持 那我们想了解 金情金仙他在世的时候 他们对三宝的修持 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运功 他在那时候受考的时候 去有一个地方叫做中古洞 中古洞 他里面他就是在那里闭关 然后他给我们说 早上的饭 煮一天到晚上这样子吃一餐 然后他打坐蚂蚁的声音他都有听到 蚂蚁走路的声音 他都有听到 那表示他心非常的静 静 就是有人家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六根全部都放下 就是他在持三宝的时候 他六根的那个感觉是周遭的环境 他都能够明了 可是他不会执着在心上 对 他说蚂蚁的声音他都听到 而且他一天只要动两个链 一个是游击 一个是吃饭 动了两个链 一个是游击办事情 一个是吃饭 然后一个是要起来吃饭 对 还有一个念头 其他都是心非常的静 能够内建自己的自信 这样子 都能够放下歇下 很静 而且他每天的起来的工作 一边擦佛堂 一边吃他的功课 比如说大悲咒 还有什么勇家大师 还有很多英文 因为他33岁还去跟人家考英文 他为了度众生计 然后他去跟人家读 那时候33岁 英文还第一名 他真的很认真 很勤劳 又很过目不忘 就是说金情吉仙他很有远见 知道说这个道要传万国九州的话 这个英文是未来一定也会用得到的地方 所以他就是超前部署 就是先去学英文这样子 所以后来确实倒也有传到美国去 那他的英文就用上了 对对 所以他真的是 精进不戴 真的是 又尊师众操 又真的很多他的优点 节俭 是 生活又有规律 日常的生活 还给我们讲的日常的点点第一 比如说三宝新王 他说吃饱 吃得多活受罪 活受罪 吃得多活受罪 他说我们给人家东西吃是传明 自己吃是天坑 给人家吃是 传明 传明 对 那自己吃是天坑 自己吃是天坑 就是天不满 永远天不满就对了 对对对对 他的人就是这样 生活很有规律 对 因为精情精心 我们看他都非常的销售 在饮食上也是非常有节制的 水也很节俭 水 用水也很节俭 他一个月才用108块 108块的水费 里面108块的生活费 非常节俭 非常节俭 他的生活真的很有规律 守时又守信 又精进 又尊师送道 又很会开示道卿 开导道卿 尤其这个东西 守时守信 我们已经真的学不完的 天庭早期 在道场中 前辈你们跟随着 获得大地 还有金琴金仙他们 那对他们两位圣者 一定有很多感动 让你们挤养 想要跟随他一起修办的 这种点点滴滴的小故事 有一些学习的典范 或者说可以提振我们修到 精神里面的一些小故事 这个我们都是 会讲一些前辈修办的精神 鼓励他们 然后让他们自己要有信心 还是要从自己内在 这个从三宝去下功夫 才会生出信心 从自己的心心去下功夫 对 所以后来说 修道修心 这个是自己修心心的部分 对 那半道金心 对 因为一边行功利得 业障一直消了 当然那个道链就更坚定 是 应该这样 金请金仙 他从民国67年就成道了 在他未成道之前 我们倒是在受考 所以我们所听到金请金仙的 就是他的奖金说法 其实那时候 还在受考半道的机会就比较不多 但是知道说那时候的 大家都很诚心 那金请金仙他 就是台风天 他从永和去到北头 奖金 台风天 他并没有台风天 他就休息 早早就到 到了 大家吓一跳 金请金仙 刘金仙 今天是台风天 你怎么也来 他说是 所以台风天 我就提早来 就这样子 所以 金请金仙 他的一个 守时守信 就是很重视 前辈对这个守时守信非常重视 他并不会说 因为什么天气 就改变了一个原本的约定 所以大家就受到金请金仙 他这一份精神 大家都很认真很感动 不敢随便休息 守时守信 守时守信 再来就是他的一个过目不忘 金请金仙他在讲经他不看经典的 上台一直写一直写 他不用看经典 所以金请金仙 以前也是有人说 你这个孩子好像是小圣人 这样的一种称呼 所以金请金仙 他就是一个很有智慧 过目不忘 看了东西就 好像听说有一目几行 所以 以前有人说一目十行 一目十行 看书的速度很快 出来的时候 真的那时候我们38年出来 39年到台湾 那时候真的是不能办 真的进无步退无路 怎么办 老前人有带很多带我们到关心以前出来的那些或之前出来的一些老前辈 不能办 大家都大部分成家立业 但是我们老前人跟金请金仙 虽然是来到台湾很年轻 但是老前人他们的意心就是度发众生 度发众生 对当初以前辈所承诺的出来就是照这么做 不管再苦 不管再苦 不管生命如何 一切倾听有命 没有第二念 所以老前人或许是听我们老前人讲过说 他到台湾那时候租房子也好 自己有房子也好 第一就是把老母请到家里来咒诅 就是这种精神 那金请金仙他就是非常的过目不忘 尊师宗道 尊师宗道是怎样呢 我们有一次那个 有一位零忍耐 清修没有结婚 住在市林 知道金请金仙 喜欢吃巧克力 还有像你们浅到的刮胡刀 插电楼 这个灵忍耐探主 他非常对金请金仙 非常的敬仰 非常尊敬 因为求道以来都是一直听 有钱人在讲经说法 所以大家对修道的目标也很有感悟 所以这个灵忍耐探主 他就有什么先进的 他就会买来供养 那这个刘老前人 他拿到这个先进的东西 他并不会说 我自己来享用 他就会怎样 看过 先看过 然后再打包好 他就会送到县门街去 他说 老前人这个是灵忍耐发心的 按你 你用看看 如果你觉得好用 你就留下来用 这样子 老前人知道我们金情金仙 非常的克勤克俭 很节俭 一天两块钱的豆腐 但是以前的豆腐很便宜 一天两块钱的豆腐 但是老前人会很不舍 他说 牛老前人 你身体要照顾好 不要节俭 到时候把那个钱 拿来买药吃都不划算 还是要把营养顾好 那以前那个时候吃素 并没有像现在那么丰富 真的没有 要吃豆包就要初一十五 为什么 初一十五买回来炸 又当共果 然后又当菜 是这样 所以说 非常的克勤克俭 有一次 在我们台中合得 那个金情金仙会去办到 或者是房子哪里有什么问题 金情金仙他都会来处理 有一次刚好 金情金仙还住在那里 那个晚上就像这个春天 毛毛鱼 然后又冷冷了 晚上吃饱饭了 就想早一点关门 以前我们的合得佛党一楼 前面是在卖扣子 我们这个衣服的扣子 扭扣 然后车边 搽补兵 然后这样子 也是看能不能多少维持一点生活费 那这个吃饱饭了 大家站在这个客厅的一个玻璃橱窗 里面就是摆拉链 扣子这些东西 站在那一边在聊天 因为吃饱饭还没有上楼 那这个高金 你想说天能吗 早一点打烊关门 那个 那个我们那个大门 是木 木门 然后两片一大一小 是 小的 关起来 然后大的 砰 扣起来 因为 因为 那就是窍滩 那个门 热壮能缩 木彩的就是这样 结果 跳 一声好大声好大声 因为金铁金铁也站在那里 那个 刘老青一听 你怎么那么粗心大意啊 不懂得敬物资信 就这样子对高金铁说 那个 很 金铁金铁真的很慈悲 也很生气 为什么 你知道我在这里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我可以修理啊 你为什么东西好好 你就这样硬碰硬啊 就这样子 所以 我们真的都不懂 都不懂 其实前辈他真的是什么都懂 尤其是金铁金铁 以前他在这个永和自己住的时候 他的房子里面你进去 规规矩矩看不到东西 可是搬家 一货车两货车三货车搬 为什么 他的东西就是 他到人家丢到的台北市 人家丢掉的鞋子 他看到好好的 他回去他就修理修理 修理好他就摆在门口 哪个人不管是道琴也好 不是朋友也好 来看到你能穿你就带回去 衣服人家扔掉的都还好好 他回来捡回来洗一洗 扣子掉的他给缝一缝 折好放在那里 谁来能穿就带回去穿 就这样 铁根歪掉的他捡回来 就给他锤子 放到抽屉 苏州里面的抽屉 所以这个我们平常其实看不到 有一次就他剪了一台电视机 应该是比我们现在前面这个大一点 怎样 他就一个扭扣坏掉 然后他就放了一个夹子在前面 就放了一颗东西给他顶住 就是说按下去 他不会跑出来 那一台电视就能看 他就摆着这样子 轻条的 轻条的 就差这么一点 人家不爱修理 所以就这样子 他就是那么样的节俭 所以我们就是对这个金琴金心 他的克勤克俭 还有一次冬天 衣服 卫生衣 我们高经理很孝顺 他想说 这个金琴金心本来就很节俭 你这个衣服穿的 这里破一栋 那里破一栋 一定穿不暖 你还有抽屉 还有新的 哎呀 有老前人 你就把那个破的衣服换下来吧 金琴金心他很舍不得 那就这个立秀经理就再三恳求 你换下来啦 你换下来 金琴金心想说 你放我换下来 你们会捡起来穿 所以最后答应他换下来 换新的 穿新的 可是呢 我们当后学就是出心大意 那个高经理 隔天 金琴金天还在那里 有钱人还在那里 就把那个卫生衣就放在地板 当裁脚布 哇 给刘老前人一看到 不得了 不得了 因为他是舍不得 我们换下来给他放在地上 当裁脚布 就很慈悲啦 就慈悲这个高丽秀经理 一直慈悲一直慈悲 那个高经理就跪在地上 忏悔 对不起 对不起 赶快拿起来 洗衣洗收起来 这个就是金琴金心 他克勤克俭的地方 就是这样 这也可见说 因为金琴金心 以前的家境 真的非常的贫困 非常的 尤其是出来开放的那一段 真的身上分文都没有 你看 所以他对 不管什么物质 对水 什么都不浪费 有一次到 他住的永和的地方 那个水槽 那个洞 他都是漏水的那个洞 他都会折一个网子 自己折一个网子 给他盖住 那或许去呢 洗碗洗好 就给他那个东西拿起来 要抠一抠 因为会能拿 拆渣 他就慈悲说 你那个东西不可以拿起来 拿起来 脏东西掉到水沟里面去 将来这个水管就会一直堵塞 然后我们每一层楼都会淹水 你看 就是这样 静悟自信 精情精心 就是这样 所以 我们从精情精心身边 学到 很多很多 在生活点点滴滴 真的他做事真的就是 非常的敏捷 很敏捷 而且干干净净的 又快 像平常去打扫佛堂 他就说 你们都不会煮饭 我来煮 每次那时候一群小姐 那时候初一十五啊 过年过节啊 都会去永和打扫佛堂 那这个精情精心 大家去打扫 他就煮大锅面 热热的 给大家吃 他煮面 他就会教我们 锅子不可以说煮好 我们就洗 煮好就洗 不可以哦 他说那个油太浪费了 他一定会从 哪一样先煮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煮好了 锅子 还是干净的 你知道吗 真的很懂得 静悟自信 然后 他说菜怎么煮才会香 像我们香菇 我们都冲了水 就泡水 精情精心 他不吻 他是拿来 扣一扣 他说香菇扣一扣 因为他是种在 那个 棚子里面 他不会脏 他说拿来扣一扣 然后 鲜油爆香 然后你再放水下去煮 你那个汤跟香菇 吃起来都很香 你看很懂得 静悟自信 如果我们 我们现在水会 每一个人都拿来 洗一洗 赶快就泡水 都是这样的 单子精心 他不这样 不这样 所以我们在他身上 在这个 节俭的 我们还没有写到 节俭这一遍 我们没有写到 但是这个 真的是 会觉得说 精情精心 他从这里 克井克检 这个年节 初一十五拜都共过 他好的 就拿去送给刀青 比较一般的 就自己拿来吃 就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前辈 他们对刀青的一个照顾 老前人也是这样 吃苦耐劳 像或许说 我们台中 那个合得佛堂 买起来的时候 因为之前是住学生 很脏很脏 他们说 精情精心 没有挂 没有戴手套 那个马桶 阻塞 老前人他就知道说 那个是什么原因 他就手伸到马桶里面 转弯的地方 抓一把 都是头发 都是头发 那个 你看 他知道阻塞的问题在哪里 手伸到那个马桶里面 转弯的地方 抓一把 对 因为 他们都是沈阳铁路学院毕业的 又在沈阳铁路局上班 都是学工程的 所以对这些 这些器具的功能 他们都有相当的理解 对 所以说就这样子 当候学们看到的时候 哇 也没有够戴手套 马桶又很脏 因为阻塞嘛 很脏嘛 所以那个 精情精心那一个动作 感动了很多 好学 任劳任厌 吃苦耐劳 这个也是 精情精心 他的生活点滴这样子 教化 教化我们 上台能讲经 下台能干活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 精情精先 文武兼备的一个地方 是 所以我们作为高老前的候学 就是这样 一道车子能开车 上台能讲课 厨房能煮饭 就这样子 上台能当讲师 到厨房能当厨师 遇到汽车能当司机 这样子 就遇到工程的问题 又能当祭司这样子 对啊 但是我们当候学们 我们尤其这一群 没有那么有智慧 没有那么能干 但候学是觉得 刚刚唐经理讲到 就是精情精先 他那个 静悟自信 静悟自信 就是说 真的充分 发挥出那种 静天爱人 然后爱物喜物的那个精神 真的是这样 也不浪费 一点都不浪费 这一点我们现代人 真的是很值得学习 所以精情精先 如果他不离开这个世界 一定也不行 所以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他一定看不惯 相不相信 因为我们现代人太浪费了 所以他那个年代 经济还没有繁荣 但是他你看 我们在民国67年以前 应该工业还没有发达 对不对 人家在台北市丢掉的东西 就已经慢慢在丢了 好像说衣服穿了几次就不要了 但是那个精情精先都会给他捡起来 那个能用的铁根啊什么那些东西丢掉 他都会捡起来 废物利用 对但是后学从那个 就是知道流老前能非常的洁减 那只要是为了到 其实他也很发心 后学了解到当初他们要离开那个压力江口的时候 那个教化天尊弹老中给流老前跟高老前各一枚金戒指 可是后来他们辗转到周山群岛的时候 就是十八位一起出来的那群先辈 他们在周山群岛的时候很困苦 可是流老前也是把那个金戒指布施出来 让大家能够做个小生意 可以度过那一段贫困的时间 其实真的也是该舍的时候他也是能够大舍 这很不简单 像在台湾 敬请金仙本身很节俭 可是走灵又是给他借钱 他 节俭自己但是 只要你开口他就借给你 就是能够走去人家紧急的时候 对就是这样 真的是很标准的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修办今生 对就是这样 所以以前有一句话他有说过 他说真不失不怕假和尚 就是这样 所以清清清清的 虽然他的63岁 在这个63年的这个岁月里面 他来到台湾并不 时间并不长 因为他那时候来 我们老前是26岁出来 27到台湾 他是33岁出来 34岁到台湾 所以他63岁 所以你说到台湾差不多就是30年 高经理有时候他 他说他 比较大辣辣的 所以东西都这样 比较近 比较没注意那些细节 他有聊到这一段 对 他说他 滚滚滚什么都很大 但是他也让他去滚滚 精清清清清 他也会滚滚 他已经优好 他很消瘦 他精清清清 身体不好 儿耳都会头晕 那时候还没有查出病因 那在这个过程 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的高经理有时就说 我来去煮饭给刘老师吃 你知道这个高经理 他是很老 在家里是老大 很好命的孩子 那他怎么会煮饭 去到要煮饭给刘老师吃 他就这样 菜下水泡一下拿起来 就下去煮 米洗一洗 放到水里开了 火就关掉 他这样说要煮粥给钱人 给留钱人吃 都这样看 都还没有弄 还没有熟 菜这样 这样泡一个水 叫做洗好了 拿起来 柳天人一吃 这个饭没熟 粗没熟 这个菜怎么都是杀 就是这样 我们这一段 都是厚学第一次听到 可是现在他在宏教分 拼任组组长 还叫人家口罩 他也有叫 他本身也有到 所以 那其实他也是 那个出发心真的是很 也是真修实练 真修实练 就是说什么都不懂 但是就是这一份孝心 听到刘老师说 生病 他就要去煮饭给他吃 但是也不懂得请教吧 应该就是这样 所以饭也没熟 叫做煮稀饭 菜 没有洗干净 菜煮好了 所以惊醒惊愿一吃 这个饭也没熟 粥没熟 然后菜吃起来都是泥沙 就很可爱 你看大家都是从不懂进了道场 从道场学习 那个时候你年纪多大 我才十七十八岁 这样 那这样子 那时候国中毕业嘛 就去那里就这样子 后来搞不清楚 后来就在道场 什么都什么都听话都这样子 不知道 他说好 你到柳经理那里去读书 把我教到台北 所以现在也叫我读书 柳经理在台北 就把我教到台北去读 那时候很奇怪 人家大家跟柳经理是很有名的 是 他很严格这样子 他讲一个东西讲很久 后学真的很严教 所以柳经理那里训练出来的一定都是人才 是 那那个时候都读哪些经典呢 他就讲轮椅啊 讲讯文啊 讲大学中有啊 这样讲这个 他就叫我背那个 尹家大师正道歌 尹家大师正道歌 他说你今天给我背着 那明天背着这样子 背完了明天就要念旧的给他 就新的再交给你这样 演歌啊 就是吃饭啊做什么这样 他就读书这样背背背 背了三个月全部八个月 那个时候在台北一起读书的有哪些前辈 我一个 所以我有时候他很严格 他说这个菜炒完了这个油的汤 这个水中流着不准丢丢 一定等下一次炒菜的时候这样 我说这样会吃饭 就很节俭 他很节俭 他一条毛巾可以洗澡洗脸 还用几天不会坏白白的 他是真的很节俭 他的字啊什么都是他就可以 把他弄平折一折这样 那个不要的在里面画的这样 一叠一叠这样 要什么病条纸讲什么 他就拿来写写写写写这样 外面人家丢的那个皮鞋啊桌子椅子 他都拿回来 他就整理很 他手很巧 那皮鞋弄一弄整个漂亮新的样 那都好的皮鞋 抽这样亮亮他一天上 来里面没有人穿看看 可以的拿去 那个粥一定一定都是好的 他的东西都放在里面 绝对准确更归极矩的 他吃素很简单 一个礼拜再去市场炒一次 买一斤的豆瓣酱 自己炒炒的炒这样 买我说吃饭配一个豆瓣酱这样 有时候在买菜 买一斤菜是一条街 找到最潜力的那个菜是他要买的 是 所以就是他们是这样节俭的 因为他们有受过苦 所以他们这样子 而且他们来源没有说 他们可以去哪里来源这样 因为考难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 要去工作赚钱也不容易所以 他很刻苦 他很刻苦 而且他工作 他很精进 他每天都读书 读到什么都喝杯 浑瓜烂熟这样 后来呢 他就看一看 奇怪 这个道办不出去 他就想 好 他就去到 到去那个佛教街的 在台北有一个宗教探的中心 叫什么 我现在忘记了 他就去哪里说 我要 他就要归宜 他说 你为什么要归宜 他说我觉得佛教这个意义很深层 我要真正的好学才能够了解 他说佛教的生意才是真的 他就给他去读 就可以去两年 就得到那个宏华委员的证损 嗯 所以他真的出来就是到法林讲堂 台北那法林讲堂 也在宏华 所以他们林秀峰经理 他以前在查解 林经理 林经理 高经理 还有高丽秀经理 还有允华 那个陈英元 还有那个江小姐 还是蔡秀华 他们这些人 这一批都是李 那个原经理 江淑珍 蔡秀华 陈英元 还有那个林秀峰 他就专门去彩虹 彩检赚钱来给他这样子 高丽秀他们是宋经团的 一天一团很多这样子 就从这里开始这样 倒在办出去 巴拉玛那廖秀丽 也是从那里来 廖秀丽经理也是在那个时候 对 也是他身边的台 一起跟柳经理学习 他有细巴格这样 那所以早期华林讲堂 就是这样开始的 或者做个总结 就是说柳经理他觉得不容易办出去 可能需要藉由佛教的经典 来讲金 不是 他要有正式的公开讲道的机会 对 要有公开讲道的那个身份 所以他去佛教那边学习了两年 正式拿到那个可以在外面 弘法委员的身份跟证书 证书 他挂扎里人家讲我是弘法 这合理的这样子 是 了解 所以他就从那里把佛堂带出去这样子 以后到他永和的房子买 走路了 就买一间这样子 那人家送他东西看到他穿的那破破的 他就给他 他就不穿 他就自己粉刷什么的时候 那个裤子前面破掉的帆穿裤子去留去这样 你说你都不看到没有他就买给人家 他说这个不要你买我有 有有没有 但是人家没有裤子他把新的都送给人家 他就这样子很有福报 他就是这么节俭 所以他一天要拜一万寇 他走到哪里一万寇一定拜 他在车上他就是送进人家 所以他只求到精神精神精神 所以人家又节俭这样 而不是他们 他还是什么事他都顾得很好这样 所以我们台北有柳经理这样开放出来 从那里展港 所以现在柳经理还是一方的那个洪化分坛 就是柳经理他们来供养 所以以后呢 后学就这样出来的 从那里 他就叫做大悲咒 被玩 叫被大悲咒 那个什么大师 人家大师正道哥还有心经 完了还有那个天长地久的歌 还有那个碑文 好几种碑文 他写写的写给我 他都脑筋记写的就这样子 后学那里到去到多少 多久好像一年还是多久 后学就回到田中 有很多老前辈 刻苦 律己 为我们立下标杆 前辈们以心倒耳目 不以耳目倒心 过规律有序的安心生活 孟子说 敬其心者 知其心也 知其心 折知天意 存其心 养其心 所以是天也 夭兽不二 修身以四姿 所以立命也 我们从精勤尖先 刻苦耐劳 敬物知性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的修行精神上 深受感动啊 接着我们也来听听几位老师们 出发心的音缘 了解他们一生 坚持在安东家园 学习了愿的初衷 还没有进入道场之前 你在宋经团学习嘛 那或许想了解 高晋你是什么样的音缘 从宋经团转到我们道场来 就是有一种磁场啊 因为外面的诵经 跟我们自己 就是那个磁场给后学感受到 里面就是完全去提倡我们 改毛病啊 去脾气啊 都怎么调教我们 衣服也不能穿短袖的 然后也不能穿没有领子的 在这里面进佛堂就是 好像都是在提升我 那个时候是经理还没有真正全心全意在佛堂 没有没有没有 看到金琴金仙修道的这个精神 金理才决定留在我们道场 也不是 因为金琴金仙修道是因为我们建立道场 因为我们以前是诵经的 诵经团 他说里面诵经有没有吃素 我们说没有 他说诵经没有吃素 寒血喷经 寒血喷经 对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吃素了 那当初也就是这样有人引进我们求道 就是有一个道亲引进我们迟道 介绍颜经理 那我们就跟颜经理在一起 颜经理那时候在警务处上班 他就听电话 他每天下班都经过我们诵经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他是去关心我们 然后在引进金琴金天来帮我们讲经 是 讲八大人间经 金刚经 六祖坛经 就这么样来了 好像还有勇家大师正道歌 勇家大师正道歌 以前没有人管 现在有人爱护我 关心我 我就觉得很开心 在这里面 自己一直从里面学 不一样 外面是热热闹闹 里面是怎么样提升我的个性 改变我的品质 那个磁场 是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又很单纯 不是很有富裕 很有才华的人 我们都没有 我们属于忠视的 你讲什么 我们听什么 两个字 听话 就是听话 在三宝新闻里面 刘经理说 立秀 你把包袱包起来 来北大陆住一个礼拜 我们也不懂什么 包起来 神把包包拿起来就住一个礼拜 然后前人还特别给我们十二天 就是 一方面他上班 心法修辞 对 别人一个礼拜上课毕业的 我跟耀秀丽 还在那里面七天 等于十四天 他一方面上班 一方面来看我们 关心我们两个做得怎么样 我们也不懂 打坐是什么样 三宝是什么样 不在 就是这么单纯 我们很单纯 听话两个字 是 这样后学听经理这样描述 后学就觉得非常的惭愧 我们都比较技巧 比较灵动 确实就是要单纯 要单纯跟听话 因为我们不是很有学识 也不是很富裕的 都是一个平平的人 就傻傻的 也就是好像也就是看到他们 他们讲什么 前人讲 他们很关心我们 过年过节到平常 我们走到台东 他也去家房我们 骑摩托车 从新竹到台东去 到了两点才到了 我们还不知道他没有吃饭 是周经理说前人还没有吃饭 我说 我们说两点了怎么还没有吃饭 人家他是关怀这样子付出的人 也就是我的态度行为都是 很出炉 没有礼儀 没有礼儀 没有礼儀随随便便 就是这样子 就是要非常注重生活的小幸福 而且要注重礼儀儀 要有礼儀丰盘 才像一个修道人 对 所以像后学这个很我行我素的那个观念 实着我直我见的 今天会这么柔软下来 真的是天天使得 他们用了很多苦心在后学身上 后学有感受到 以前我们要求很严 我只有大学第一 大学那一本只有背五分钟 我就背起来 看多认真 他们要求我们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真的每次都有读经 还有打坐这样子 是 那个严经理就要寿命 他一个人寿命在北大陆 他要寿命 前一说 去过你李清修院 我说 清修院前你讲的不算 我要自己要你才可以 好 我想我就开始想 我在到一个人从小被道场栽培长大 我要这么高兴 在北大陆实在很可惜很淹亡 对不起上天 可是我有一天结婚 因为那个朋友非常好 他跟了六年 他说他自己一个人 他什么都没有问题 他家也有 他钱买家长什么都可以 只要他有一个暗的地方就可以 有一个家就可以 随时他可以回来就可以 你吃素我在家里陪你出这样 你要用什么我都钱薪水都给你 什么都讲的那么条件那么好 是啊 他是一个人 他就是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 很孤单这样 我们都很谈的人 因为常常因为我是接电话 他每次都在办公厅 他人家都走 你怎么干嘛 你老师在办公厅 他说他们都走啦 我说你不用回家 他说我家就在隔壁 他就是想要跟您交往就对了 没有没有 他那时候不知道我也不认识他 我听一下 什么又是你 自己做一个人没有原则 大家都想你当一个人没有原则 就傻瓜被人欺负 我就讲 他觉得他从来没有人跟他讲正经话 只有我跟他中心话 他又觉得很感受很感动 他就很照顾我很那个这样子 他就告诉我说他一个人这样 我说我们有时候他这样会觉得 可以我这样也修道很自由 一个这样有帮助他 我想不对结婚跟没有结婚差太多了 不要我全心之类我为什么要搞这个 不要 所以我自己就跟商店哭了三次 我说我决心这样 我说我不要了 放下一切我清修 他说钱了 我说钱 霍杰清修 蛤你要清修 好 他完了 你说钱经理受命是应该的 你说没有你要理清修 我最高兴 他说他没有丢到一个人这样子 就这样开始我就在他到场中 我清修利用 直到处去办到这样 那就因为钱工作的什么事 这个是这样 所以第一个我立清修 我告诉自己 再怎么样的稀奇我都不觉得很好 我说我自己对自己判死刑 我不会在第二年我全心投诉 因为我在到场受栽培 我一定要精心协力这样 所以从这里到场 以后在这个很多事情 说或许在这里赶中谁呢 我们修道的苦心是 我们按佛堂以后 或许妈妈不认世子 但开班都在我们家 他背了小孩 一大勾煮饭 一大勾煮汤 两个黄楼的热热热热 只让大家吃 他他觉得这很快 又很高兴 他不会觉得很辛苦 不知道怎么做 他没有蔬菜 他不知道七臭三臭 煮的菜又很好吃 我妈就这样子 很好 那他觉得吃素 他就吃素 他也不能吃素 他就去喝三四瘟口经 人家教他 三四瘟口经好 他阿婆來八十五、七十五、這幾個來看 來我跟他們三世英國經 他說哎呦我們現場,不然你也要去討養 那八十個說,你人要自己,我們在房間房間 人要自己就好了,你又賣,你不賣我賣我 結果他一帶給大家學 學完了三個月好苦心,一季翻一季一季 三個月他讀相似英國經完畢 他就說,喔!我要吃菜 他說吃八個天八而已,台一面反一面 他就這樣開始,結果大家都辛苦 辛苦了,他媽媽就這樣禮節,什麼這樣 他不認識的就會認識,不認識的就很棒 榮幸能夠來到這個人世間 第一就是感謝我們的父母 能夠給我們帶來這個人世間 那來到這個人世間之後 也都是為遇到貴人 所以或許從 十七歲求到 在十七歲以前 會感覺說 以前家境都非常的貧困 南投 鄉下 那或許一個最大的就是大姐 差或許十歲 大姐 差十歲 那他們長大了 二十歲 你看他二十歲 後許才十歲 那你看,那時候他二十歲 剛好可以幫助這個家裡父母 看要出去幫人家栽機制 以前要賺錢沒有工業 只有農業 所以至少也可以幫父母 種田的工作 然後要賺錢就是去幫人家栽機制 除草 這樣子 所以就覺得說 為什麼二十歲 可以幫父母的時候 父母就趕快要給他嫁出去 這樣或許對人生就有一個問號了 人生真的很苦 很苦 所以或許那時候對人生有一個疑問 我到底來到人世間要做什麼 但是很榮幸 遇到或許的堂姐 他們在台北 就遇到那個金琴金仙、顏經理他們 還有林秀鳳經理他們 他們六七個小姐一起 求完道之後 來自於各地 求完道之後 住在一起 他們就白天工作 晚上下班就是去 家訪道清 去度人 去開班 雖然那時候道務 是受考的時期 你看在五十幾年、六十幾年 我們的道開放在77年 所以在那個時候 民國或許就在61年求道 林秀鳳經理 買一間房子在士林 小北街叫做華林獎堂 那是我們台北 除了金琴金仙的佛堂 那就是第二間的公共佛堂 那時候道務還很受考 因為之前就有對人生有疑問 後來在求道的時候 聽了三寶 那我們當時 我們當時介紹三寶的講師就是最後都會有一個交代 第一我們要不殺生 第二要孝順父母 那最主要就是人要有得三寶 才能超生療死 但是也很自然就是求完道後學的工作是在基隆 那是林秀鳳經理的朋友在基隆工作 那時候工作就求完道回去之後就覺得那種 也不知道說那是法喜充滿 但是心就是很安靜 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那對道的信心是從這裡而來 因為自己感覺找到人生的路 那時候求完道就覺得說 這個就是我人生的路 我在找的路 所以那時候也沒有開班 沒有開班 很少 有開班就是在 像七月份我們的金琴金仙會講地藏經 地藏經 那七月初一求到 因為那個林秀鳳他法令獎堂安堂 那求到十五就回來佛堂 自己主動要回來 不用人家撐錢 那主動回來 就剛好聽到金琴金千節講地藏經 聽了地藏經以後回去就不敢吃肉 因為後學住在基隆港 我們那個魚就是一個人 就是一條魚 一條魚 不是說我們一條魚 我們全家一起吃 不是 那在那邊工作那個老闆就是 一人一條 那後學想 因為聽了地藏經 後來想說 哎呦 吃了那條魚就一條生命了 我就不敢吃了 但是每一餐一定要兩碗飯以上 幾乎都要兩碗飯 你看十幾歲 最醜湯嗎 看起來就醜湯嗎 或許是在做衣服的 做這個服裝的 不出眾 但是年輕很會吃 就是每餐一定兩碗飯才有放下筷子 那後學不敢吃肉 魚這些東西 那就吃肉片 肉片菜 可是那個老闆娘看後學這樣吃 他說你這樣沒有營養 但是後學不覺得 吃了每餐精神都很好 氣色也很好 那時候回到台北 那個顏經理說 哎呦 你的臉好像蘋果臉 不知道啊 反正每餐都很會吃飯 吃了都兩碗飯才有放下 撂下這個筷子 所以就到了 吃了我看七月八、九 兩個多月 那個老闆娘就說 我煮素給你吃 哇 那內心非常的高興 因為後學的老闆娘就是 就是秀奉經理的同事 以前他們一起工作的同事 那就這樣開始就一直吃素 所以後學感覺 我們老前輩們早期修到 都是先公身立行 做到讓人家感動 老闆娘其實看在 看唐經理這樣子吃肉片菜 而且有要吃素的那個心願 其實應該老闆娘也看出來 所以就因緣轉換 然後老闆娘就開始煮素食的 給湯經理吃 這是真的天然食的 真的真的天然食的 那後來就 那時候電話也不方便 那後學就會想 回去佛堂一趟回來 心就很清靜 自己主動就會想要回去 但是又不太趕 因為那個工作只有後學 老闆娘採檢後學做 所以就是兒兒幾個月會回去一趟 回去一趟 聽了一次的道理 不管什麼道理 回來心又很清靜 就這樣子 那有時候會遇到 回去更好 就是說的 金請金千 那時候講 金剛心總詞論 後學回去 我又沒有理清口 他們那些姐妹就說 你沒有吃素 應該是 不能聽金 沒有吃素不可以聽金 但是你又那麼遠回來 要叫你回去 好像又不忍心 所以金請金千獎金 後學是沾光 後學就例外 不然就講旁聽好了 那時候吳京帶吳姐 他們都參與這個 聽金的這個辦 後學聽了 金剛金總詞論 聽了以後就感覺說 原來人的靈性 是沒有分難裡 沒有大小 就像心經裡面說的 他不夠不見 不爭不減 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一樣的 有分乾坤 是我們後天的 每個人的本體 他是沒有分的 那時候我回去 這樣子又開始很髮喜 就又髮喜了 那就回去 反正就工作 自己會覺得說 好像我不能永遠住在這裡工作 就會想要回到佛堂 那回到佛堂 那就要回到台北工作 要接近道場才方便 那就想辦法 就跟老闆娘說 老闆娘 我的家人 要我回去 所以就請家人寫信過來 真的家人就寫信過來 然後借這個機會 就求到一年過後 就回到台北找工作 那台北工作 後來就住在道場 也沒有在外面租房子 一段時間之後 那個老的原經理退休 在警戒退休 退休之後 透過他的姊姊 在台中 就買了一間 現在的和德佛堂 現在的佛德佛堂 那時候在這個和德佛堂 就怎樣 高經理 秀奉經理 他們先來開房 住在那個佛堂 當時那個時候 堅請經仙還在 還住室 那因為那一間和德佛堂 有一次堅請經仙就問說 你知道這個房子誰住的嗎 我說不知道 他說 師母老大人 那因為師母老大人後來又 前班離開那個地方 後來就 我們原經理的退休金 透過他的姊姊 因為他姊姊在台中 那就把這個房子買起來 在之前 都是租中心大學的學生 那個房子非常的髒亂 剛買起來的時候很髒亂 那盡情盡心 就帶著這群小姐 死伴的小姐 清修的 就去把這個房子整理整理 就準備安堂 然後後來在那個佛堂是 開了幼教 大方幼稚園 對 大方幼稚園 然後後學的後期 後學也到了台中 剛開始是在台北 後期也到了台中 住了幾年 也去外面工作上班 所以就在這個道場裡面就 就好像很自然 也很榮幸 遇到了 當時那時候 金琴金千已經在北部 還有我們元老經理也在北部 那林秀峰經理 高麗秀經理 六秀 他們一群小姐都在北部 那我們就一起修半道 到台中也是都是在道場 就一直修半道 因為當時 一求道的時候 自己什麼傻傻的都不懂 因為就想說求道能超生了死 那因為自己求完道就是很乏喜 就會發以自己內心就想 我以後 一定要到處設立佛堂 讓每一個人都有這個福報 能夠求到 廣度有緣 讓每一個人都能離苦得了 超生了死 所以聽起來就是 當金琳在十歲的時候 看到大姐要出嫁 其實大姐才剛可以幫家裡一點忙 就要出嫁 也是很捨不得 就會感嘆到 人生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 然後這種捨不得的心就 埋了一個 人生的真諦 人生的意義 到底是為什麼的疑問在心裡面 然後後來有機會求了道之後 就懂得知道說 這個靈性的可貴 然後要 就立下你要走修半道的這條路線 真的蠻感人的 其實 真的這其實也是真的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 求道修半道是為了離苦得樂 超生了死 廣度有緣 我們從湯經理身上 都看到這三項的優點 很會 其實也沒有做到 值得大家學習 沒有做到 還沒有做到 對 不忘初心 幫得始終 初心意得 始終難守 所有事情 都難在堅持 看到前輩們 堅持修行的典範 很值得我們學習 尤其一生不婚 節身自首 奉獻在安東家園的精神 更令人動容 深受感動 很值得我們準備賣相 捨辦的學員們 深思 效仿 三位清修的資深前輩老師 他們奉獻在我們安東家園 是學習 厚得大地 精情精鮮 修行精神的好模範 當然 在難得的機會裡 我們也要恭請 資深前輩老師們 來為我們 舍半班的學員們鼓勵 我們來聽聽 他們對我們的 加冕和期許 我們總之要鼓勵一下 我們舍半班的學員 在我們人生路途當中 如果舍半是很重要的話 當初你是怎樣的發現 會想要這輩子就投入做舍半 我覺得這個過程 對我們學員應該是很有鼓勵 我有兩點 第一點 我後節看人家穿新娘禮服 我就掉眼淚了 是 可憐啊 又到輪迴了 就有這個 看人家送經請穿袈裟 我也掉眼淚了 好像就不是我要的 我也是很單純 在道中裡面就是舍半 也不是說我要舍半 就進來啊 我們那時候幾個人 因為他們南部了 譬如廖經理他們南部上來 我們要吃宿很辛苦 我們要有地方吃 那我們大家都租一個房子 因為上班嘛 不方便我們租一個房子 大家租在一起 都共同生活 就是這樣叫做舍半 兩點 一點就是看到人家穿新娘的衣服 就是說全身投入到 凡的世界裡面 其實是不好的 可是在穿袈裟 在廟裡面修行 又好像不符合時代潮流 所以取了一個中庸之道 就是我們道場所說的 聖凡堅修這條路 這條路 所以高經理就 高經理就 就覺得這樣子很好 所以你就投入在我們這個道場 舍半這樣子 給舍半班同學的一些鼓勵的話 舍半有幾位 死在年齡都已經太大 這個舍半 這個要全身奉獻 等於是全身奉獻 但是我們南部就是有那個誰啊 蕭民中攤主 跟林敬民攤主這兩位 他們上班工作到50歲 他們就退了 他們就想 應該留著一點時間 體力 能夠為上天多做一點事情 這個後學知道有這兩位壇主 大部分都是想 我的一輩子就是奉獻給上天 這個就是舍給上天 沒有自己 就是這樣 因為會有舍半的一份心就是 看到你看我們老前人 二十幾歲出來 就是全心奉獻給上天 為度眾生 那時候你看我們看看孔老夫子 他十五就立志以學 三十他就立定目標方向 我就是要修道 我就是要度化眾生了 你看一直到七十 七十的時候他的道果已經成就 怎麼說他的道果成就 從心所欲而不欲 那個就是已經他的 在每一個念頭的當下 都是中庸之道 就跟我們在 談到金行金箭的行儀一樣 就是二六十中那個信念 不助攻 不助攻 二六十中的不助攻 像我們巴拿馬的廖經儀 有一段他要出國之前 他就住在廈門街 他就會看老前人走路也放下 在辦事也放下 走路也放下 所以他就跟著方向 就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還有心的那個部分 就是我們求道之後 我們學習 聖凡兼修 然後接著眾聖清凡 全舍其實就是 全聖 對 對 純聖無凡 這個純聖 你心念 當然 心念才是最重要的 你的念頭有這種 純聖無凡的心 當然你就會犧牲奉獻 才是一個真正的修道 對 對 棄而不捨 任老任念 自己的心性 還是要往 全聖全舍的方向去走 對 才會比較深入 對 你要放下到 我們自己的意念 真的 意念都沒有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這些 老前輩他們都是 都明白 明白 所以就把他們的一生 就是奉獻 所以攤主 你也奉獻 好 謝謝 謝謝攤經理 幾個後學學習 朝這個方向走 對 不在意名相說怎麼樣 但是 也願意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對 對 好 謝謝 今天好感動 我很榮幸 有這個機會 訪談前輩老師 和大家分享 古早的誠心 這個單元 有讓我們感動的地方 要趕快化為行動 安分守己 做好自己本分事 進一步去關懷成全更多的人 加入我們安東大家園 最後還是要誠心地感念天恩師德 主師弘詞 老師慈悲 還有我們敬愛的謝院長 總部高老師的護詞 舍斑斑策劃群給我這個機會 有顛倒錯亂的地方 請上天赦罪 不足不夠的地方 再請前輩與主持人補充感恩 我們年底 11月5日 古早的誠心二 再會哦 不忘初心 莫忘初發 各位舍斑斑的學員們 下課後 我們趕快 將感動化為行動 站起來 走出去哦 感恩 請給我 我今天是 請人 按摩 請